抽抽了先收起来 等一下再抽 不可以弃拳 反正抽中就给我 你不可以弃拳 因为抽中你不要嘛 我拿 好同学请先放开第三页给我看 就我发的那个讲义 先放开第三页 我要检查第三页 我先看第三页 先看第三页 来 全部翻开到第三页 我看一遍就好 第三页 第三页 好 确定 第三页 第三页它在呈现什么东西 它在呈现 来 手 我丢下去的时候 它在进行什么样的运动 往下调 它是越调越快呢 还是越调越慢呢 还是一样的快 啊 重力加速度 好 我再一次 请问它是越来越快呢 还是越来越慢呢 还是速度从哪里到哪里都一样 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快呢 重力加速度 对不对 所以它每时每分每秒每刻都在加速 对了哦 所以十秒后落地速度有多快 很快 多快 一秒有多快 我不是有告诉过你们吗 一秒加速十公尺哦 每一个东西都是 一秒哦 加速十公尺 所以八秒 十秒后落地 有多快 一秒可以加速十公尺 一秒加速十公尺 所以十秒后呢 一百公尺 对不对 所以十秒后它的速度 落地的那个速度 一秒钟有一百公尺 一秒钟一百公尺的速度 有多快呢 你们厚度巴有坐过 你们跟我讲过 你们厚度巴的爸爸妈妈 骑通胜都差不多三十了 通胜啦 应该是啊 通胜啦 不然就四十了 来我来那个调查一下 你有注意过吗 没有哦 有哦 用仪表板 你们从来没有看过 你爸爸妈妈在 在你的时候 那个仪表板 都没有看过吗 你知道我你知道 他不知道 好 来 十的啊 请举手 十 一个 真的还假的 啊就是啊 哈哈哈哈 我以为要说 你是孤雷屎 才快点 好 他的是十 二十的请举手 一个 他妈妈 还有他 你是阿公阿嬷 阿嬷二十 放下 三十的请举手 一定要是妈妈 你是谁在你 妈妈在你是三十 四十的请举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啊你是谁在你 为什么突然变了 妈妈 哦妈妈四十 然后阿嬷二十 我还在过了 哈哈哈哈 好 OK 五十的请举手 五十 谁在你 妈妈五十 我以为是公正耶 谁在你 妈妈五十 阿爸爸哪在你耶 一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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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有坐过他的摩托车 他可以有载到一百过 有啊 你有看他的仪表板 所以最快是到一百 所以最快是到一百 好那就是他那个速度的感觉 所以那个速 你用那个速度的感觉 弄表会怎样 不是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所以如果是永勋的话 他要把阿公在他的速度 把他乘以十倍 对不对 没有 我要说我比较 那你哥哥多少 七十 七十 所以比七十要再快一些 再快三十公尺对不对 不是说加十公尺 OK 那你哥哥大概大概是十数了 十数 我刚刚讲十数吗 一个是秒一个是秒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说一秒 一秒 我刚刚讲的都是秒数哦 所以我错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哦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错误 一秒 我刚刚讲的单位是秒哦 你们 你们刚刚讲的单位是什么 你知道吗 十哦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他曾经坐过一百公里的 对不对 一百公里 他曾经坐过一百公里的 这个是时数 等一下等一下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你有没有办法把他转换成秒数呢 超 等一下慢慢来哦 一百公里对不对 对 这个是时数哦 对 时数代表什么意思 60秒 所以一小时可以变成60分钟 对不对 一小时 然后因为一分钟又可以变成60秒 一分钟就可以换60秒 对不对 一分钟就换60秒 好那我有60张分对不对 对 我60个分嘛 一个分就可以换60秒 我有60个 所以要怎样 所以是3600秒 3600秒 好 100公里 要花3600秒 要花3600秒才可以花花花 要花 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可以跑100公里 对不对 对 好 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公尺 对 我们再把它变公尺 一公里 可以换成多少公尺 一千公尺 我跟你讲 这个K哦 K K K 我忘记了 我知道这个K是有道理的 就是英文有一个单字 专门是K 是一千倍的意思 K是一千倍的意思 所以 KM 就是 一公尺的一千倍 像那个KG啊 KG是什么 G的一千倍 G的一千倍 G是功克 一功克的一千倍 就叫做一公斤 还有没有K什么的 K他命 K他命 不是 K他命不要吃 K他命 要用C的吧 K他命 K他命 就是你没有 K了就会要他的命 你K他 你K他 就会要你的命 对 所以K他命 就是 你就K啊 你就K啊 就要你的命 好 所以呢 这个一公里 就可以变成 一千公尺 可是因为我有100个KM 对不对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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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换这样哦 对不对 那我有一百个呢 所以变成 一后面 一二三四五公尺 三六 零年 对不对 接下来要跟我刚刚的做比较哦 我刚刚的是讲说 我刚刚的是讲什么呢 我刚刚的是讲一秒 的速度 100公尺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 目前这两个不能比哦 怎么样才可以比 这一个跟这一个 来先把这两个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一个是这一个 一个是这一个 目前这两个还不知道谁比较快 是吗 这两个谁比较快 然后有多快 你把这两个写下来 然后告诉我 你怎么比他们两个的快吗 你怎么讲他们两个的快吗 我们把刚刚 王宇吉曾经被他哥哥 叔叔 哥哥 被他哥哥在的时候 一小时跑100公里 我们已经把它转换成 3600秒 可以跑 10万公尺 那我们自由落体 如果10秒 如果1秒 落地的时候 落地的时候的速度 如果是100公尺 1秒钟100公尺 这两个到底谁快 怎么比 谁比较快 快多少 怎么比 你现在先自己试看看 怎么比 先自己试 数学生最厉害的在这里 至于算已经是最后末端了 想法是在前面 真正厉害的在想法 我告诉你怎么算已经是 只是在做四折运算 也是最后末端了 好吗 好吗 他在曹端里面 我没有想法 比他们快慢 你们现在都只在等我 有已经开始写的举手 已经有写的举手 只有两三个方向 你们他们都是在等我的答案 不太好 你们要先想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 谁比较厉害 谁比较不厉害的问题 就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有一个人他一秒可以跑100公尺 有一个人是3600秒 可以跑10万公尺 这两个谁快 你怎么比 想法而已 想法而已 而且你们学过了 七年级学过了 就想法而已 自己先想 我如果说这样 我如果这样说 我跑 我跑步只需要花10秒钟 他跑步呢 把这样说好了 那个杨俊翰不是这一次 跑了多少 你们知道吗 10秒22 10秒22 对不对 杨俊翰跑10秒22 我比他厉害 我只需要花8秒就好了 杨俊翰跑10秒22 可是我比他厉害哦 我跑8秒而已 他跑一公尺多 他跑一百公尺多 他跑一百公尺多 对 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吗 对 他跑一百公尺 可是我是一公尺 走10秒 一公尺多 你要跟他说什么 因为我看到没有公尺厕啊 我说 我跟你说 杨俊翰 杨俊翰跑了10秒22 对不对 我只要走八八就好了 我有一点没公尺厕 对杨俊翰是一百公尺跑了10秒22 我呢 是一公尺跑了8秒 一公尺多了 我意思是说 我刚才并没有把距离讲出来 所以能够说 直接讲说我8秒他10秒 所以我比他快吗 不行 所以你要先把什么讲好 杨俊翰跑一百公尺 我也跑一百公尺 他跑10秒22 我要跑30秒 所以就很显然 同样都跑一百公尺 他只花10秒多 可是我却要花30秒 所以我 他的速度是我的三倍快 对不对 因为他只要花10秒 我要花30秒 对不对 你要跟他说什么 再回来这个 来你要怎么比 现在不比一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两个也不一样 你是要怎么比 你要跟他说什么 你不是把这个变一样 就是把这个变一样 你要变哪一个 其实都可以了 其实都可以了 随便你了 真的是随便 如果是我目前了 如果是我了 我现在会选那个 因为快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也很快 好 第一个变法 我把它变得跟他一样大 可不可以 那我变得跟他一样大 我要怎么做呢 所以我要变得跟他一样大 现在是 是不是就差1000倍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它1000倍 把它1000倍才可以变成他 对不对 所以当 当 当这个变成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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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1000倍 对不对 距离1000倍你花的时间 当然也会多少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 我100公尺要花1秒 那你距离的1000倍 当然时间也要花1000倍啊 100公车就要花1秒嘛 对不对 这些是他1000倍嘛 所以这边当然要跟着1000倍啊 所以开的时间 那1000倍 那1000秒 没有看到吗 是马上比出来 距离 一样 这个开的时间 这个开的时间 花1千 这个花多少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谁比较快 上面比较快 还是下面比较快 哪一个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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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 大声不需要 就是但是你要知道我在讲什么 同样的距离 同学同学 哈啰 距离一样 那不是 那样 同样照项一样 这个开的时间 比较短啊 这个开的时间比较短 这个花的时间是他的三倍多耶 这个是3600 这个是1000而已 快四倍的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 知道在讲什么 好 所以 所以你要想像哦 你叔叔 骑摩托车的那个 你的哥哥 骑摩托车的那个速度 你要再把他 将近快四倍的速度 那种速度还四倍哦 这样撞下去 好吗 同学 我在强调的东西是这样哦 他曾经被人家载过是 呃 时速是100公里 我把它拿来跟我们的那个重力加速度来比 我从 我从 我从高 我从高处掉下来 如果我只掉了10秒钟 落地的那瞬间是1秒钟100公尺的那个速度 那个速度是他 叔叔 骑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骑摩托车的三四倍之快 了解吗 而且你如果是用东生的妈妈 骑的速度是50嘛 对吧 你说什么 20 20 20 这样就要穿5倍对吧 5倍到3倍我对吧 5倍到4倍对吧 20倍哦 20倍的速度 你妈妈这比较太多 因为你妈妈比较慢 他比较太多 那个速度感会比较清楚 50的是谁 50的 你刚刚倍在50的 你50就是2倍 才可以变成跟他速度一样对不对 然后呢 在4倍 手放下 所以总共是24的8倍 那个速度的8倍 就是你撞到地上的那个速度 好 也就大概是从101大楼掉下来的速度 就是如果你是从101下来自由落体 下来的速度大概就是这样 就会很恐怖 我实在跟你们讲说 那个加速度有多可怕 一秒钟加速10公尺的那个速度是有多快 好 来 请你把这个写下来 我们是这样子比出来的 自己做记录 然后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我可以把这两个变一样 对不对 这两个怎么变一样 把这一个变3600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把这一个变成3600 那你就要乘以3600 一秒可以变一百 按哥我现在时间哪有这么多 一秒 一秒就可以变一百 我现在时间有3600 所以我就会3600倍 所以就会是这一个再乘以他 所以就3600 然后后面还要再跟着12345 我这一乘6有吗 四个零二一 没有 不是乘那个是上面乘 乘一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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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四个零二一 sorry 我乘到这个了对不对 对 对 不好意思 我要拿这个乘嘛 所以应该3600 然后再这个对不对 所以三十八公尺 三十八公尺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看你们怎么回答得出来 这一个的速度跟这一个的速度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 一样 知道 等一下 你们自己要告诉自己 刚刚我写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他们三个所代表的是什么 这三个 这三个所代表的是相同的什么 速度 只是我用不同的数字来代表而已 知道我在讲什么 知道 因为让公 让公 让公 让公十秒钟 让公十秒钟可以跑一百公尺 十秒钟可以跑一百公尺 跟我讲二十秒 可以跑多少的速度一样快 二十秒钟 可以跑一百公尺 和我说二十秒 跑多少 这两个速度一样 了解我说什么 你可以用这样子来讲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来讲 你也可以说我一秒钟 可以怎样 十公尺 可以十公尺 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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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 一样什么 速度一样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把这三个写在笔记本上 相等是等在速度 不管你讲这个也好 讲这个也好 讲这个也好 都在讲他们具有相同的速度 可是数字都不一样 一个是用一秒跟十公尺 一个是用十秒跟一百公尺 一个是用二十秒跟两百公尺 数字都不一样 可是它却可以表现同样相同的快速 一秒十公尺很快 目前那个一百公尺的记录保持人 应该是九秒多 九秒到多少就不太确定 杨俊他也没有机会达到那个 那个其实很难 你要从十秒变九秒 那个 那个其实真的很难 然后现在那个标枪的 你知道他标枪标多远 九十一 怎样 对 九十一 九十一公尺 他后面那个三六 我不太清楚 那个三六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会不会是公分 他是说九十一点三六公分 公尺吗 应该是 好 如果是的话 这个三十六就代表公分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九十一公尺 三十六公分 听说他 我不知道确不确定 他在比赛之前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 有没有标过这个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可能是在比赛那当下 才标出这个 这个其实很难 你从八十要进到这个 九十一是很难的 在那个现场 跟他一起在比赛另外一国的 不知道在哪一国的 他其实也有标出 他其实也有标出 超过九十公尺 可是他不是九十一 他好像是九十 就差一点点 然后中国大陆就不太相信 你们是不是造假 因为太可怕了 能够标出九十一 九十一点三六 就他们觉得很吃惊 他们真的很吃惊 所以这个马上就被公布在他们那个 就是世界有名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新闻上面报导 非常的 非常的吃惊 那我还是要再三来强调 台湾这么小一个 对 所以请不要小看你们自己 未来你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发光发热 没有人知道 只要你不要小看自己了 你们的未来都 都很可怕 可怕的好 可怕的好 好 呃我们东西掉下来 好OK 看好这里哦 我们东西掉下来 对不对准备接 不是用那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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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掉下过的它是越来越快 对不对 但是我的记录方式 我的记 但是呢 我的记录方式呢 可以一秒记一次 对不对 也可以0.5秒记一次 对不对 也可以0.2秒记一次 也可以0.1秒记一次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看我的器材 看我的器材的精密度 看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上面所秀给你的图的形态 这个图给你的形态 就是一刚开始我的 我的精密度不够 我一秒钟拍一张 这在讲什么 一秒钟拍一张 所以拍出来的图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折折折折折折下来 对不对 你会发现你的图景是一个折的图 对不对 同样一个东西在做自由肉体 只不过我的记录方式 改成0.5秒记一次 然后这个是0.2秒记一次 最后这个是0.1秒记一次 记录的越 那个 越短 你会发现 你的图形 从本来是折线 很明显的打折 对不对 折折折折折折 到最后 如果你有认真在话 你有什么感觉吗 越来越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它是折折折折折折要 对不对 那就是它越来越接近什么样的线 越来越看不出来 它是折线 对不对 看不出折线 那就是什么线 曲线 对不对 那这个曲线 所以最后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连起来了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连起来了 你真的要把它连起来了 我真的有看到 到一个同学不止一个 他在连这个的时候 真的是两个点两个点连哦 你们有人这样做的举手 好放下 你真的是两个点两个点 这要非常超级有耐性 但是这个我不要求 这个我不要求 不会 还蛮疗愈的 真的有时候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是一件还蛮快乐的事情 好 你就会发现你在脸的那个过程 他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如果再仔细一点 那不就几乎根本分不清你我了吗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 为什么会去折现 因为你的资料不够多嘛 你的东西不够精细嘛 你的东西只要几乎都越精细 你的图形就会越接近 真正的物体掉下来的那个速度 真正物体掉下来的那个图形 对不对 你几乎的点够多 越能够展现那个东西掉下来的图形 知道我在讲什么 知道 然后这个东西是这样 再一次 这个东西是这样掉下来对不对 对 然后我这样子掉下来 然后我把 因为很有默契 我只不过是 这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我把时间轴拉开而已嘛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把时间拉开来 然后第一秒掉多长 第二秒掉多长 第三秒掉下去多长 第四秒掉的更长 对不对 我只不过把时间轴拉开来 这样图形看起来比较舒服 知道意思吗 啊不 你敢不敢敢 本地的开开对不对 越来越厉害 够多了 这里的点像是都量做会 有看到对不对 你哪自由落底 你的秒数够多了 所以有一条黑 一条黑 你买那一条黑干什么 你做的那个记录 对你来讲有帮助吗 你的记录 你的记录 你的秒数很短 秒数很短 秒数很短 你这边就会变成一群黑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它够秒数很少 秒数很少 这边是不是那些点 全部都连在一起 那你就会画出一条黑 那一条黑 对你了解 这个自由落底的过程 有帮助吗 完全没有帮助 而且你完全看不出来 第一秒跑多远 第二秒跑多远 第三秒跑多远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拉开来 拉开来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第一秒跑多远 第二秒跑多远 第三秒拉多长 清清楚楚 所以为什么要把时间轴 拉出来 知道我在讲什么 接下来我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 再一次 我这样掉下来 这个是自由落底 对不对 从这里掉下来的受力 我有给它出力吗 没有 什么叫自由落底 我没有给它湿力 直接放而已 了解在前面 这个叫自由落底 好 我这样子掉下来 这样不就是一个自由落底吗 然后这个我拉开来的图形 就是这个曲线 对不对 接下来 我现在 我对它做湿力 可是接下来我就丢东西嘛 后面接哦 后面要接哦 后面要接哦 不要像上次叫田瑞桥直接 躲 后面要接哦 好 好我抛的不好 这个 这个 同学我一理手之后 同学我一理手之后 谁在主导 他的图形的样子 谁在主导 来丢回来 哎 哎 一样哦 他丢回来的时候 他一理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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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谁在对他的图形 产生影响 自己 跟我刚刚自由落底 丢下来的过程 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注意听哦 我自由落底掉下来 只接受到一个力量 对不对 我抛东西一抛出去之后 我也只接受到一个力量 这一个力量所造成的图形 跟我这个丢下来所造成的图形 受力相同 对不对 从头到尾都受相同的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刚刚掉下来 我把它拉开的这个图 跟我这样抛出去的图形 是 一模一样的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我这样子丢 他的 从头到尾的施力 跟我这样子丢 都 施力 都是接受地心引力 对不对 所以 抛出去的这个图形 为什么会这样子长 跟我丢下去之后 我拉开时间走的那个图形 这两个图形 一模一样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为什么会一模一样 我再解释一次 注意听哦 我自有落体 你觉得我这样子画 跟我这样子画 哪一个是对的 左边还是右边 哪一个图才是对的 决定好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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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右边是对的 请举手 你觉得左边是对的 请举手 好 放下 为什么是 这一个是错的 这一个是对的 右边那个几乎没有变 右边这个你有看到 它速度有改变吗 对不对 这一边你看到什么 越来越长 越来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有看到 越来越长 代表什么 速度 速度越来越快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这样画才是对的 我把这个拉开来 我把这个拉开来 就会变成 这个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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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个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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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个图形 就会变成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画的不好了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一 这一个把它拉开来的 这一个的感觉 就像什么呢 哎 擦掉不用留了 几号 自己讲 10 10号 还有呢 还有呢 26 蛤 你高你也是要老 还有谁 26 26 26 又想 没有啊 好 这三个 接下来 你再看一个东西 再注意看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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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技术好不好 注意看啊 有看到吗 再一次哦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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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histor 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K 有看到吗 有 Teen 等一下这是什么型我先不讲 基本上这个叫什么名字 抛出去的那个物体的线 所以就叫做抛物线 这个抛物线 这个抛线 这个不就相当于是时间吗 注意看 抛出去的时候 这个时间它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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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对不对 跟我刚刚 跟我刚刚自由落体 一二三越来越远 然后我再把它拉开来 再把它拉开来 这个这个跟这个 不就是一模一样吗 这个就是时间吗 这个就是它掉下去的距离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自由落体掉下来 你把它拉开的那个图形 就是你们平常最熟悉的抛线 第六页那边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曲线 就叫做抛线 请你一定要写上去 第六页 还是第对不起我讲错了 第几页 第三页 第三页 在小结论那边 请在那个曲线最下面 最下面 第第三页的最下面 它不再会是折线 如果你错的人 你要这样子 真正的答案是这一个 曲线的旁边写上 这个名称我们叫做抛物线 在曲线的旁边写上抛物线 抛不会写 抛呢一定用手抛对不对 手 对不对 可以吗 为什么手是这样写 然后接下来一定要有力气嘛 对不对 另外那个我就不会解释了 不知道为什么 安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 安啊 不是酒啊 酒咧 安啊 然后你说 安这个词 哈哈哈 然后两两四两酒 这一个我就不会解释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画这个 抛不是油 啊 问一下国文老师 国文小老师是谁 陈柏轩 陈柏轩是谁 好 后面 负责 哈哈哈 你要负责问哦 抛线的抛 为什么这边后来这个 我知道 抛东西要有手嘛 要有力气嘛 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呢 这个代表什么 那是多余的 只是好看 没有多余的 不会有多余的 它不会自找麻烦 你走走是因为有房灾 它可以去了解 我也可以了解 可是国文老师去了解比较快 可以让自己轻松一点 就让自己轻松一点 哈哈哈 这不是偷懒 这不是偷懒 这要总的找方法 这是可以不交通的 嗯 嗯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哈哈哈 所以你们要去 再来 来我们翻过来第四页 来我要看你们的第四页 自己翻 我要去看看 第四页来 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第四页 我要确定第四页 第四页 第四页 我确定你们的第四页是OK的 没血的举手 不乖 那一天不是叫你们要写 为什么没有写 然后回去又没写 手放下 不乖 等下放学留下来写 来 你也没写 来没写的举手 然后那个 班长上去登记号嘛 这些人要留下来 用站的为什么那么好 蹲的 蹲到地上 蹲到走廊上都可以 他在地上前 我讲的老师 应该下楼口 下楼口 下楼口 OK哦 可以 还有谁 6号 来自己举手 你有写的自己举手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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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你们一下 刚刚我说自由落体 拉开来的图形 跟我抛物线的图形 会一样 为什么 因为 他们就是同样的 再一次 我说这个东西掉下来 我把他拉开来的图形 跟我东西丢出去 图形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你手后 那个控制的原因是 地 因为离手后 只受哪一个力量 地性 地性 你写上去 写在刚刚第三页 再回到第三页 那会这样卡 诶 第三页的图形 它是自由落体的图形 对不对 自由落体应该是这样子掉的 你看到的应该是这样啊 对不对 我们是把它拉开看的嘛 对不对 把时间轴扳开嘛 把时间轴扳开 我就会看到 它的一条一条一条的 对不对 也就是会扳开 变成这个图形 为什么扳开之后 会变抛物线呢 因为 抛物线跟自由落体 它们一样 都只受到一个力量 就是地心引力 自己写 有些人有在写 有些人还在发呆哦 我不写给你们操 你们懂的话 我会自己写啊 东西掉下来 我把时间轴拉开 我就可以看得出 它每一个时间 它掉多长 这一个画出来的图形 跟我东西抛出去的图 一模一样 为什么它一模一样 因为 不管你是自由落体也好 或者是抛物线也好 这两个东西只受一个力量 它只受地心引力 抛物线为什么会是抛物线 为什么它的图形会长那样 因为它受地心引力的影响 一直在把它往下拉 所以它才会呈现出抛物线 而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恰巧就是 你做自由落体 你把时间轴拉开来 你把时间轴拉开来 不就像是 不就像是我刚刚 我刚刚这个粉笔 这个粉笔这样子 这样子掉下来 这个粉笔从这里从这里 一直跑跑跑到这里来 从这里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不就是 这个时间跑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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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在这里吗 这条不就是时间轴吗 对不对 所以抛物线 就相当于是自由落体 拉开的那一个图形 它会一模一样 自己写好 赶快写好 关键在 关键在 为什么它可以叫做抛物线 为什么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是自由落体的图 对不对 它的图形 为什么可以叫做抛物线 因为它只受一个力 就是地心引力 只受地心引力 只受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四个字 至少要给我写出来 哈啰 你写在上面 只受地心引力 因为它只受了一个地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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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你现在有办法写 才是真正学到东西 我抄给你 永远都只是抄 厉害的人就是我 你听懂我在讲什么 你要自己写 厉害的是学会我的想法 而不是把我的 把我的东西背下来 好 再来第四页 来我们到第四页 第四页我那天有讲过了 为什么你们还没画 奇怪 我星期五那天有讲 老师讲是第五页 好 好 那个 时间 掉下来的距离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告诉你什么呢 它告诉你说我还没掉的时候 当然没有距离嘛 对不对 它掉了一秒之后呢 它掉下去多远 掉一公尺长 对不对 知道在讲什么 更好 哈啰 哈啰 你手上那个是什么 嗯哼 那个项链都要收起来 你们那个项链 或是手势 除非是家长要求你带的 不然都收起来 不然高款的 怎么都没收哦 不是没收啦 暂时保管 好是 放进衣补理 反正你让我看到我就会处理 手表呢 手表没关系啊 手表是看时间用的 除非你拿来打电动 高级一点的 高级一点的 那个 你们今天 打扫 外扫区的 进教室的速度非常快 值得赞美一下 好下课休息 这一节课